上星期遇過耶倫 耶倫訪華 完成了行程 耶倫說話都比較客氣 他一直去訪問中國 都是比較客氣 他主要說什麼呢 沒有說香港 沒有做人權教師 他是財政部部長 財政部部長去中國 主動求見 我之前說過 如果他主動求見 有求於中國的話 對香港來說就未必是好事 他去見中國 有求於中國是什麼呢 即是有東西想丟 而財政部部長就是執行制裁命令的官員 他去中國 我猜他應該不會去制裁香港的官員 意識事實上 上星期美國國務院也出了一個宣布 他只會限制那些官員 那些港官那些簽證 就是沒有說過制裁的 入境 沒有說過制裁的 沒有說過制裁的 所以我就期望不大 那說些什麼呢 究竟耶倫又有求於什麼呢 即是想求些什麼呢 原來就是現在的習總 剛剛新主張的所謂的新質新產力 就是產能過剩的問題 中國有什麼不產能過剩的 其實各樣都是 其實各樣都是 以前產能過剩的什麼呢 就是鋼材 或者建築建材 鋼材建材 那些都是基建物 但美國人也很不喜歡 但那些東西 其實就不是你中國獨家有的 那你都是價錢問題 你價錢大量的傾銷 就是搶了很多外國人的工資 那你真是便宜 那時候我們在香港也有說過 那時候中國經濟是極好的 但是也在說一噸的鋼材 只不過是賺兩港元 那個毛利是 那耶倫主要說什麼呢 我看到RFA這邊的報道 裡面這麼說 中美兩國 一開始就說 雖然兩國的關係 中美的關係 就穩定了下來 而他也在致力 穩定中美關係 但是這麼說 穩定還穩定 現在好像比特朗普還好一點 起碼比特朗普還好 不代表 不表示可以迴避分歧和棘手的對話 他這次主要是說棘手的對話 你說在公開場合 你看到他的說法 其實是比較客氣的 而我們的溝通 都很有坦誠 有些進展 就說 希望他見到李強 李強這傢伙 沒什麼權力 他也是虛棍的 昨天已經見了李強 之前也有見過何立峰 那些官員 何立峰比較大權 因為他是繼承劉鶴的影響力 他好像還見過劉鶴 嗯 那他就說 基本上耶倫是集中做對口 就是見了財金官員 是的 見了財金官員 那他就說 要討論這個 怎樣很負責任的管理 經濟關係 為工人 企業 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 主要都是講這些 講經濟 講貿易 不會跟你講人權 沒有香港沒有新疆 沒有台灣 不講這些 主要就是講貿易問題 那他是財金官員 那當然 嗯 其實他就說那些 就是要說服 今次主要是說服 中國官員控制電動車 太陽能電磁板 還有其他 潔淨能源技術的過程產能 這個就是剛剛兩會說過 要力穀的新三陽 有些人以為是大閘蟹 新三陽就是這三陽 新三陽就是紙 電動車 太陽能電磁板 還有潔淨能源技術 那些 綠色產能 綠色產業 應該叫做 你叫大陸佬 他去舉國之力 去傾斜這些產業 其實真的很容易 一定比現在的歐美國家很多 因為他可以能人所不能 他可以環保成本 他亦都在廣州的時候 對著美國的商界代表說 外界越來越擔心 中國的產能過程 是會令到全世界經濟造成的影響 在中國國內市場需求下滑的情況下 現在你生產這麼多東西 中國你賺了這麼多太陽能電板 但是你消費不完 因為你中國人沒有錢 所以你就燒國內的需求下滑 需求下滑 你要找買家 你就只能夠湧向世界其他國家 這些產能過程 最後就湧向全球市場 輸出的通縮 輸出通縮 你對消費者來說是好事 你對美國人 歐洲人來說 有便宜的當然是買 對消費者來說是好事 大家都在說什麼大陸的東西 是會偷你的私隱 你問我們沒有人在意的 我們每個人都在用淘寶的 以前在香港 現在 但是你便宜的 你便宜就自然有吸引力 但是對中國不利 而且正在損害其他國家的生產商 當然 你輸出來歐洲 我當你輸出來英國 或者輸出去 你說電動車 比亞迪的電動車 你買去德國 德國的消費者當然是高興的 但是德國的消費者高興 那些汽車工人就不高興了 或者汽車製造商當然不高興 因為你承認他們的職位 你搞到人家 你沒有競爭力的時候便倒閉 所以最後就會令到這些國家 一定要保護 一定要保護其他國家的生產商 以及工人 他主要就是做這件事 李強如何回覆他 又說廢話 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 45年 我們應該更加成熟的方向發展 我們真誠希望 我們兩國要做夥伴 而不是做對手 應該互相尊重和平共處 合作共贏 說這些說話 其實當然 所有事情都是延別 習近平說這些事情 平常都是 說這些虛話 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 共同落實好 元首達成的共識 即是拜習的共識 習近平說什麼 我就說什麼 去年 兩會 李強或整個國務院 被人剝奪了獨立性 成為黨的其中一個機構 之後 你問李強 以後面對什麼耶倫 面對鮑威爾 他應該是說不到自己的事情 最終我們都會搜尋習近平說什麼 就說什麼 你看到他講話 其實李克強 就當是對著鳳翔說話 一樣 因為最後你要知道他沒有權 禮絕性 你又要割見一下他 可能習近平 找李強出去 都是用人欲錄音機 實權都不在他那裡 但是 都是說回剛才那些事情 至於 耶倫見完中國之後 又沒有辦法 可以改變到中國的政策 可不可以促成中國政策的改變 比如現在你說 可能大家都知道 那些潔淨能源 在拉低全球的價格 對嗎 耶倫呢 潔淨能源 就是李電池 可不可以改變到呢 其實我們就覺得 不用看這篇文 不用看那麼多字 一定是改變不到的 因為其實 中國經濟不行 他只能夠去做一件事 中國經濟就是 那你現在確實 你國內內需又不行 房地產又阻止很多人的消費 令到人降級消費 那怎麼辦 你香港在國內沒有了市場的時候 國內內循環不可行的時候 就只能夠最後回到外循環 外循環的錢怎麼賺 外循環就是靠出口賺 出口的錢怎麼賺 那你就要捉一些能人所不能的東西 你什麼最厲害 你一石二鳥那樣東西就是 或者這麼說 一石三鳥 你做綠色產業 你是滿足到三個願望 第一 你可以搶佔到全球的 全球的道德高地 環保的道德高地 我們一向都知道 環保什麼時候說 有好處的時候就說 在國內發展的時候 這些就是左頭左勢的 那些就是道德綁架的 好像我們剛才那節 說盧文端那些東西 環保是用來賺錢的 就是用來搶外國市場的時候 用來賺錢的 那你環保產業 我幫你環保 我犧牲我們國內的環境保護 攤牌坊 然後幫你生產 而你又真的要減牌 很多外國都 歐洲要減牌 那就很容易中的 那既然 你要達成減牌的目的 那你又要便宜 我又沒什麼錢用 那其實 這個是聰明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太聰明 你聰明到 你是不問成本 舉國體制 你要搶佔那個 那個市場 你的電能車 你做完 你價錢上面 揮下了其他外國車 你Tesla 你也不放在眼內 都是 Tesla 現在就是叫救命 你看他的股票 你已經知道是什麼 上次那個宋濤 對著馬英九講 我們永遠有信心 Tesla永遠都追不過我們 比亞迪 比亞迪 那些東西全部都是抄 要不就抄什麼 他裡面電視的東西 他主要 沒有Tesla 怎麼會有你現在 比亞迪 那些電視 那些技術 然後款 那些 就是抄很多什麼 抄Porsche Porsche 甚至乎是抄Tesla 小米抄Por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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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亞迪 好像抄了很多 因為他有很多產品 他有些人抄Kohola 他有些人抄Kohola 我記得 抄了多少Kohola 不是呀 現在香港榮光 香港有人開50榮光 那部50榮光 擺明是抄Fiat 500 是啊 那些小車就是抄Fiat 那些款式 所有東西都抄回來 他們省了那些成本 然後又有國家補貼 國家補貼主要 那些政策性銀行 便宜式借給你 便宜你去生產 然後又有免稅優惠 又省稅 能人所不能 所以你又不用 你又省了那些R&D成本 很多東西都是偷回來的 那些技術的東西 你很棒 如果你要你來賺中國錢的話 你放下你的技術 放下你的配方先 是不是 你 就是這個Tesla 就是好像白粉 我們以前看素毒 每次坐下談合作 放下你的方先 就是這樣 放下你的方先 這個環境 就是我們七八十年代 看白粉片 那些 全部都是這樣做 共產黨和 有什麼分別呢 有 就是有錢很多 和惡很多 安全水準來說 比亞迪和Tesla不同 當然可以這樣說 但是如果你技術一樣的話 如果技術那裡又是 由Tesla來的話 那就是 只是那個成本問題 你的核心商人 還是 還是 基礎技術一模一樣 已經 是安全系數完全不一樣 因為 他現在的配方 給了大陸老之後 反而Tesla 都要買回 大陸電池 例如你買回寧德時代 是不是 你已經是 養起了徒弟 已經沒有師傅了 已經是 所以呢 現在他這次新三樣 三樣東西 他不是很清楚 你現在 車這些東西 就不是個個有錢 起碼你都幾十萬 那怎麼辦 例如香港這樣 有補貼一換一 現在正在玩 對吧 那你最後 陳茂波就是在說 拿四百億出來 鼓勵你們去換 那現在 阿耶倫就是在說這件事情 你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而且 你一是不撐 你一撐 你就是無底線地撐 是搶佔了很多外國市場 歐美來說 美國 就已經有關稅 現在歐洲 才慢慢追起 剛剛才說 發起這個 對中國 那個補貼調查 不知道搞多久 歐洲搞事很久 這個就是 我們年初 我們年初 馮德來一 已經警告過 這件事情 只不過是說 到現在 一直都未開始 因為要過 歐洲會議會 歐洲議會 二十七個國家 例如 匈牙利 那些 擺明是親中的 你要過他 都很煩 所以 沒有辦法 那些 我覺得 如果你看 阿耶倫 那些說話 其實他就說得很客氣 我們現在是朋友 我們的關係 又變得好 但是 你搞到我很多工人 沒得做 各為其主 就是 大家 你為自己人民負責 那我也要為我美國人 和商人 或者工人負責 都是說這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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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公司 經常跟你說 I make you happy You make me happy too 那類 所以其實你看到 耶倫說的話 是很客氣的 那 就 對 就是 對著一些官員 他是很客氣 但是 例如你補充 如果你看這個 美國之音的 那個 報道 他也有補充 耶倫對著銀行家 就很兇 就說 絕對 絕對 不會容忍 他們 美國的金融界 去支助俄羅斯 嗯 是 今天 又見完 那個財政部的副部長 叫 廖文 見完廖文之後 跟美國財政部已經達了兩項新共識 這個 就是 今天主要的標題 什麼共識呢 就是 兩國財政部牽頭 中美經濟工作框架裡面 就對著 全球經濟平衡增長 進行交流 就是 隔不中飲茶 保持交流 keep contact 然後 央行 和 中國人民銀行 和財政部牽頭 在金融工作組的框架 就金融穩定 可以持續金融 反省黑錢裡面 有交流 就是為交流而交流 簡單來講 其實就沒有什麼實質的事情 主要 都是抬底下 或者關門 再談 或者這麼說 他們每個不同的範疇 都有分工 我們都說過耶倫就是 這個財政部 也就是說 公共財政 金融那些 就是他和 鮑威爾做 至於商務部 就是 死日雷夢多 他主要處理的 很多時候 真真正正會處理的 就是傾銷 那些問題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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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見到今天 啊